然後譬如說因為我下班 他就是覺得你上班你很累 應該要照顧你 對 是對我好 可是我就是覺得就是太多了 因為我也想要幫忙 我們西方人都比較獨立的 好 不然我幫你忙好不好 不是 你說他很忙 那你下班之後 你有幫了什麼忙嗎 我就沒有什麼 因為他 我下班前 他已經就把全部弄完了 然後就 那你可以在上班前先幫他弄 我在上班我怎麼弄 上班之前你早一點起床 來…請問一下 那你現在已經沒有上班了 請問你還有在幫什麼 當然 我在家裡都會幫忙 什麼 整理家裡 早地搬 用那個吸塵器 把嬰兒放到嬰兒床 然後放到公園中間 對啊 然後他可以坐在那邊 然後太陽下山再把他收回來 對啊 不是很好嗎 他都很開心 塞太陽 他的歐山就是肚立 我肚立啊 我肚立啊 對 他要戴成肚立是不是 胡說八道 但是我真的覺得台灣女生 真的好辛苦喔 生病了還要硬撐 最煩的就是雜事 就早上固定七點半 都會送小孩上課嘛 是 就七點半他要倒宵 然後八點半去醫院復診 然後九點四十五去運動 十一點吃午飯 洗澡 兩點露營 四點又有這個 去買這個小孩子生日要用的東西 對 然後你看我三十七分到四十五分 我中間只有幾分鐘吃晚飯的時間 你會不會這樣吃太趕了一點 然後我就出門接小孩了 然後出門接小孩 因為我是吃到一半 我想說我先出門 要不然我來不及回來我再吃 接完小孩到家 就開始給他吃晚飯 幫他洗澡 然後呢 他不會自己洗嗎 沒有沒有 就要盯他洗澡 他會自己洗 他現在會自己洗澡洗頭這樣 可是吹頭髮我還是會幫他吹 然後呢 他就要開始 跟他評論今天的功課 因為等一下家教老師就要來了 就要問他一下 他要問他功課今天怎麼樣這樣這樣 然後完了之後呢 八點 我的救星就出現了 家教老師 可是你以為我就可以躺下來了嗎 沒有 此時的我還因為早上上班 所以妝髮都還在 然後我現在就要坐下來開始 就是他送給小朋友的 所有的生日的東西 對 然後呢 等到他下完課之後 我還要先哄他睡覺 哄完他睡覺之後 我才能真的去卸妝 洗澡 放鬆 然後刷刷手機 看看今天發生什麼事才能睡覺這樣 我會把時間排得很剛好 我中間沒辦法空閒的時間 其實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我就是勞碌命 我剛剛講說 你看我這禮拜 禮拜三昨天沒有工作 一整天沒有工作 是 所以我一休息我就會生病 然後像我之前前陣子不是去開刀嗎 然後有一天禮拜天 就是因為某個主持人 他就是在香港爽嘛 然後後來颱風天之後 他就沒辦法回來錄影 然後所以後來他就改到禮拜天錄影 禮拜天那一天剛好 因為我開完刀之後 就有一點不舒服 然後早上我就打電話給那個院長 然後就跟他講說 我今天就是發燒或是怎樣不舒服 他就叫我去醫院 可是我已經答應人家下午 就是你們這邊下午要有錄影 對… 所以我那天是在醫院打完點滴 拔掉之後就來錄影 趕快 對 可是他趕來以後還是火力四射 他把杜力逼到快要跳水 他就是一樣的 人家是敬業 請問你敬業在哪 不是 其實我 全部的人在等你 沒有 其實也沒有爽 因為那個飛機沒有飛了 然後又帶了一個孕婦 你知道那一天真的是很痛苦 然後他又一直很不舒服 很想睡覺 那你也知道不舒服 他情緒就不會好 他情緒不會好 那誰來承受呢 那當然就是我 還有這個壓力 所以妳其實最後的結論 就是說看到我很不好 我覺得就是勞錄命 但是妳就錄完之後也就好了 我覺得就是天生吃這一行飯 錄完贏就好了 真的 我真的演員也是演 就是身體有再多的病痛 只要喊5 4 3 對 站起來馬上好 我覺得我們這一行都這樣 對啊 有時候腳扭到已經痛了要死 可是5 4 3 2 1 錄完怎麼 還跳國標舞 就是會這樣子 對啊 你們會不會覺得 這樣的生活太ㄍㄧㄥ啦 會的話請舉圈 不會的請舉X 我真的很好奇 請問國外的女生 到底都是怎麼生活的 你知道一個新聞 我們現在要開始 上班六個小時 是標準的 你們以前不是嗎 不然你們以前 我們以前也是大概 大概八點到四點左右吧 那比較長啊 對 可是現在就是 沒有六個小時而已 要上班 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們上班的時間 會比較短 所以我們是其實很多休閒時間 所以你們會變成 比較早下班 還是比較晚上班 比較早下班 因為你看 如果你不照下班 那你也不能去做什麼 因為在瑞典的東西 譬如說你要光街或什麼那些 多少跟六點就大樣了 對啊 那薪水有變少嗎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 週五有休息嗎 有啊 休息多久 休息完之後 應該是一個小時左右吧 那只剩一個小時就下班了 可是是因為他們 因為真的他們店都六點 要你正常上班族 你根本辦不了什麼事耶 原來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完全不能接著 台灣女生這樣的生活 沒有 因為其實我也有碰過一個 我有碰過一個台灣的女生 然後她就是 她舉很多 一直都超忙 有你多嗎 有很多 那真的很多耶 有很多 真的很多 她說她不是愛玩 她只是朋友多 然後因為講義氣 所以約了那就一定要去 所以她通常就 每一天下班就有舉 有朋友約了 去去喝酒 唱歌什麼的 所以她每天都在這邊 到週末可以休息嗎 那不行啦 因為週末就更多居嘛 所以要一直要出去 然後因為也是義氣嘛 所以也一定要待在最後 這個女生聽起來 她的名字好像是 冰冰就是你自己好不好 她的T恤好像是 全都是你的公司好不好 妳每天都是這樣啊 沒有 有 沒有 我有一個外國朋友 然後她是德國人 她來台灣她要開始上班 第一年好像只能請四天的假 德國人來台灣有工作 有 妳現在是在歧視德國人 沒有 沒有 因為我認識一個德國朋友 來台灣十年沒有工作 對 真的 好巧喔 妳不就認識少俠嗎 對 因為台灣人都沒有再抱怨 一年只有四天的假 不過她覺得 一年 一年啊 要工作一年 然後妳只能請四天的假 所以如果你感冒 妳一定會就硬著頭皮 還是要上班啊 我覺得好可怕 她應該是說 除了週休二日之外 公定假日之外 只能再請四天的假 對 Panama的女生 就是她們 每個禮拜就是上班 然後下班的時候 就是跟朋友見面 然後她們自己的時間 就是禮拜日 禮拜日 就是最好不要約她 她在美容院就是 會漂亮 好好吃 進場維修日 對 進場維修 所以在那個巴拿馬的話 禮拜六 禮拜天 千萬不要去那個 美容院 因為大課 對 她很滿 對 之前也是在台灣 也找一個女朋友 我覺得 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可是她就是 白忙很多 就是像她 她自己就是很在意她的外表 就是會 會花很多時間 在她的服裝啊 還有化妝 可以花很多很多時間 然後她甚至 賴招的時候 都不卸妝 然後就是很 我不知道她一個禮拜後來 幾個小時 在化妝這個事情上 然後有一次就是 她一直下課的時候 就回到家 然後累了就洗澡 然後她完全忘記 要跟我出去 然後她洗澡完的時候 我就說 等一下要出去啊 這是哪件事情啊 她就說 我完全忘記了 然後她因為這件事情 跟我發脾氣 因為 她要在花一兩個小時 在那邊化妝 她不可能就是 協轉出門 這個我很了解啊 因為好像 如果台灣的女生 她們要出門 她們必須要化妝 但是 我以前的女朋友 是生病了 她生病了 然後 很 一整天都沒有吃到東西 然後我就跟她說 寶貝我們去樓下買個東西 至少你可以吃個東西 有一點點底力 然後她說 那你等我一下 我先化妝一下 然後我等一個小時 然後她就說 因為本來她沒什麼體力 可以走一走 然後就說 可是來化妝的話 還是可以花一個小時啊 就是去樓下買個東西吃啊 可必咧 對啊 可必啊 如果她生病 應該是你去買回來給她吃啊 不是 你知道為什麼 我沒有去幫她買東西嗎 我想聽 因為 因為她一整天都在家裡 然後我就說 你不要一整天在家裡 就是可能就是你走一走 你會比較舒適一點 曬曬太陽 曬曬太陽 像馬丁的小孩子 對… 沒有 我跟你講 我覺得應該是你女朋友 沒有弄到對的東西 怎麼說 我覺得就是現在女生這麼忙 然後要擠出那麼一小點時間 要保養自己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那一小點時間 你要用到CP值最高的東西 然後保養自己 其實樓下而已買東西啊 你不懂 那個太陽光一照下來 會曬黑 真真髒耶 我應該要一人 把肌子 Poor 我應該要出身 你不會找我 能讓你去 扶贖 我養你 我可能要一人 我會躲到